本地15岁学生在一项针对协作式问题处理的最新国际排名中排名第一 显示他们能够很好的结合协作技能和自己学习到的知识来处理问题 调查也发现本地学生享受和重视团队作业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历尽中学近期为年长者举办活动与游戏 为开发学生以合作的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 学校先安排学生了解年长者的生活 之后再让学生为他们设计活动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首次加入协作式问题处理环节 本地学生以561平均分高居榜首 日本和香港排名第二和第三 在52个参与教育体系中 我国表现优异的学生比率最高 我们也意识到如果学生多一点有交流的机会 在课堂里面跟同学或者跟老师多一点交流沟通的机会 对他们的合作能力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跟老师跟学生们配合 此外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学生认为 自己是很好的聆听者并会考虑不同观点 八成学生也相信团队比个人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而团队合作有助提高效率 我们不可能知道学生未来所面对的问题 因此我们学生就需要有这个应对问题的这个能力 还有团结的精神 大家就可以以长不短 调查同时发现在放学后 同家长沟通的学生的协作式问题处理技能比较好 学校因此会继续同家长合作 支持孩子的学习过程 帮助他们全方面的成长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